大家好 我是艾迪 欢迎收看旅行试验小课堂的Luminar系列教程的第13集 在这一期来到了我最擅长的城市建筑摄影 也是大家日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摄影题材 在后期城市建筑照片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独有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这一期的实力操作教程里 我会演示整个后期的过程 在城市建筑摄影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透视变形 它是因为我们使用广角镜头 拍摄时所在的位置比较低 镜头上仰所造成的 这也是我们在后期中去重点解决的问题 可以说每张城市照片都要进行这一步的校正 在调色之前我们先进入到帆布界面 对这张曼哈顿下城区的夜景进行变形校正和二次构图 首先我们进入这个叫做镜头和几何结构的选项当中 使用广角镜头拍摄的时候 无论什么品牌都会产生微小的即变 推荐使用自动时针校正这个设置来取出变形 Luminar会自动识别所使用的镜头型号进行自动的处理 经过校正看来我这张照片变形还是挺大的 如果照片中的建筑周围出现了紫边或者是绿边 特别是使用了长焦镜头或者是拍摄对比度比较大的照片时 有颜色的边就会变得很明显 勾选消除色差这个选项就可以解决这类的问题了 它可以消除紫边 在逆光拍摄的时候 日落光线无法覆盖建筑的正面 在这种情况下拍摄时有可能就会出现光环 可以通过放大照片仔细的观察建筑边缘 一旦发现光环就可以选择使用去边这个功能 在角度低的位置拍摄时 建筑会向上倾斜产生透湿变形 这需要我们调整垂直竖直 把建筑全都拉起来 同时还要注意地平线保持水平 可以参考地面或建筑垂直线与网格是否对齐 同样通过网格也可以判断刚才自动湿针校正的效果是否正确 如果建筑边缘的线条不是一条直线 那么就可以通过手动设置镜头湿针来校正了 通过这几个设置协同工作就可以完成一张照片的透湿变形校正了 在校正后照片周围会出现一些空白区域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剪裁进行二次构图 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规律 那就是在拍摄城市建筑的照片时 一定要为后期校正裁切预留空间 否则在校正之后就会遇到无法二次构图 或者会裁掉重要位置的现象 好在校正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修正照片当中的曝光了 城市照片的难点在于高光与阴影之间的平衡 日落位置和建筑灯光处于高光过曝的状态 而阴影还会处于嵌暴的状态 通过直方图我们可以观察到是否有高光和阴影的溢出 在直方图两侧分别有两个小三角 点开它们会在照片当中增加高光和阴影的提示 这样就可以辅助我们进行曝光的调整了 红色范围是高光区域 蓝色是阴影范围 通过这两个提示 我们就可以知道高光和阴影到底要拉到多少数值了 首先进入到光效 现在处于照片左侧 也就是日落太阳的位置 它的曝光已经出现了溢出提示 那么我就降低高光来恢复这个部分的细节 稍微提高一点点的阴影 让阴影部分的细节露出来 在高光被校正之后 照片的整体就会比原片曝光要暗了一些 打开高级设置 我们对照片的白色和黑色所界进行调整 这样就可以让照片的整体曝光 还原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范围了 我可以适当的提高白色所界 但是注意高光提示就会又回来了 所以我们设置到15这个位置 刚刚的好 那么黑色我也可以降低一点 来增加整体的对比度 注意太多的黑色所界会让阴影的提示出来 所以也是拉到刚刚好位置 从脂肪图里边也可以看到 高光和阴影暂时都没有溢出的状况 由于城市建筑类的照片当中 灯光都是黄色的 提高饱和度会让这些灯光变得更黄 所以在这里边我只使用自然饱和度设置 来增加照片的鲜艳程度 城市中是有很多细节的 所以在细节增强设置中呢 我们分别对大中小三种细节 做一些提升 丰富一下画面当中的微小细节 通过对细节的提升 可以看到有大面积的蓝色 也就是阴影的提示出现了 就是说明在这些区域呢 细节已经丢失了 所以我降低一些大细节的数值 来恢复阴影部分的内容 通常日落时光线比较暗 通过提高阴影的曝光呢 会产生噪点 所以我们对光度和颜色噪点呢 可以进行少量的降噪处理 为了避免在调整对比度的时候 对高光和阴影处的曝光被压暗 在高级对比度设置当中呢 我只选择对中间色调的对比度做调整 通过对比度的处理 高光部分的亮度被提升了 使用可调渐变呢 可以分别对顶部和底部的高光和阴影 进行微调 顺便呢 在这里对白平衡和自然饱和度 也可以做一些调整 增加一点点的暖色 如果觉得颜色还不够鲜艳 可以进入颜色增强其中 使用彩度设置来进行微调 如果觉得天空部分太蓝了 可以在单独暖色调整当中 将冷色滑块呢 向右移增加一些暖色进来 经过以上调整 这张城市建筑的日落照片就完成了 从修片前后的对比呢 可以看到我修正了照片当中 建筑的透视变形 压暗了天空部分的曝光 增加了照片当中的对比度和颜色 让一张看上去毫无特色的照片 还原了拍摄当时本该有的色彩 说真的 拍的这天呢 日落真的就是这么美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的 Luminar后期系列教程 我是Eddie 除了视频频道之外 我的微信和博客呢 还会同时推出图文的版本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